德魯伊保了一個牧師 而陳泰保的是戰士 變掉了牧師 剩下的是戰列德 對上聖牧薩 他的對手是這一季 可以說是完全變一個人 不只瘦了也變強了 大雄 重塑 7-1 而且沒有帶戰士 而且陳泰的小細節大家有看到嗎 永遠他開賽前都會先離開座位 永遠都不知道為什麼 永遠都會先離開座位 永遠都會是 拖椅子 你知道嗎 就會 就是離開 離開椅子 就只有椅子在那邊 不知道為啥 好猛喔 他是不是想要去準備一些什麼東西之類的 不知道 你要注意到這個小細節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沒辦法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兩邊的牌組吧 可能他也會緊張啦 畢竟他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那必須的 對 那這一次 上一週帶了那個聖騎打得不太好 這一週索性不帶 我覺得也挺好的 保了個戰士 先看一下戰士的配置 跟剛剛的 跟聰哥幾乎一樣 其實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面對像槍樹這樣子的帶牌 連戰士都不帶了 然後剛好是聖德 薩木 其實他就是要來打戰士 嗯 那 是不是不應該保戰 就是在這個 保牌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不要保戰比較好 你覺得咧 是不是 有點道理嗎 嗯 而且他的 嗯 就我不太清楚啦 他們先保了 然後對方已經保了一個木 所以我覺得 還可以吧 對方又保到木 還可以吧 嗯 因為戰打木 算是 比較有優勢一點的啦 對 然後 然後變成他的戰一定要去對到木 因為他自己的木被ban掉了 剩下的烈的 烈打木其實也可以啦 嗯 他就希望用戰跟烈 去打到大雄跟牧師 然後 來贏他這樣 所以我要下去嗎 還是你覺得我就防 按照剛剛 你可以防的時候再上來 直接做一個 剛好 因為這個包這樣也是易先生播 啊 播完的時候 如果陳泰贏了 易先生就先離開 你就提前上來訪問陳泰 那麻煩幹嘛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就兩場兩場 我都行 反正 我都要坐在這 我都行 沒有啦 他剛剛說什麼 如果這場我播 有可能我可以防到陳泰 對 看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都行啊 都行 你不要讓人家乾淡在這裡啊 你帶齊的話題 你也必須要收尾啊 人家 好 那人都來了 換把換把換把 那沒什麼事我就先走了 哇 好逼喔 逼我一定要讓你下 我不可能叫你留在這的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 好硬喔 你現在 現在主播記憶都好大 好硬喔 我也可以小小帶點 我曾經 不是現在主播的記憶都很大 是阿嬤基憶很大 阿嬤基憶很大 阿嬤基憶很大 阿嬤現在取不起來了 喔 畢竟他也是一個大主播 做了好久 耕耘了多年了 讓他打一下沒有什麼不好 他現在撲七了 可是我原本是想說他繼續播 可因為我現在情緒中後不拍 喔 為什麼 啊 因為我原本就是 就是鬥陣特攻王 有一個邀請賽 世界杯隊友有個邀請 類似像表演賽的東西 OKOK 你想看這樣 台灣懦弱不敢不參加 喔 如果我為這件事情感到很生氣 我棚都架好了 很累 然後所以沒了 我更是用我自己的實況器材 來架一個風險 因為那個 不然原本轉播 當天要播爐士 所以棚是架不起來 OK 然後現在變成白架了 沒有我還是要播 只是我真的很不爽 OK 就他們懦弱 好沒關係 我們回到比賽現場 其實我原本你剛剛想說 我聽到他沒講成 他還訪問這個東西 我就 沒有主要是剛剛 前一個聰哥嘛 然後他 從1-7變2-7 然後英文台的訪問 就直接問他說 你怎麼那麼爛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你前面怎麼打那麼爛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剛睡著了 不知道 他講的 其實他講話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剛才第一場打戰事的時候 我後來就決定 決定真的去做這些事情 原因就是 我看因為實況 有那個後面有個螢幕 是30分鐘前的 對 就是現場的 然後這邊 因為我們實況要那個 比賽要那個公平 所以會有那個延遲時間 對 所以我就看一下實況 還是戰士內戰 就是戰士內戰 往回 往回 看一下30分鐘後的螢幕 兩個畫面也是戰士內戰 然後隱私戰士內戰 我就看一下 出事了 好 那 這邊挺崩潰 我們比賽 薩滿這邊 薩滿跟戰士 已經來到第五回合 喔對啦 就是他們在換班前 我有講到就是 陳泰這樣 因為陳泰 在BANPICK完之後 他希望是他的戰 跟烈 可以打到槍速的木師 這是理想的沒錯 可是第二層邏輯就是 那槍速不就是知道 你第一把一定會上戰士 那他就可以用比較好打戰士 因為我們這個 只要拿兩套牌 他雖然保了木 但他不一定要上木 他可以選擇用薩 先來打你的那個戰士 先拿一勝 先用薩滿來頂你 對現在薩打戰士 但是公刃就是 算是比較優勢一點的 因為他可以拿到太多牌 然後只要幫眾有儀態 只要幫眾有儀態 那個質量就是 很高 差很多 戰士就是硬 但是阻止不了你 目前我只看過一把 就是戰士跟薩滿對打 很扯的就是 在另外一個地方 別的學校 另外一個學校 另外一個學校 對 對 這就是我們黑神的實力 這個很猛耶 猛吧 這真的很猛 對 他已經可以掌控對手牌了 那你有算過他幾張卡卡住這裡嗎 這我倒沒算 就是 我自己在看 以太到底在哪裡 以太就是不出來 對 22張幫眾 沒有以太 絕對難得到你耶 對 超級大 超級強 受不了 受不了 哇 這邊一個漂亮進化 哇 進化到一個 挺不錯了 八八體質 八八死身再回八 這個對局的關鍵就是 任務薩你還是要 一直保持自己的手牌量 你是 有點 概念有點像是 你用30張牌去打 戰士15張牌這種感覺 對 然後讓你的那個天生技 一直Value 可是 戰士這邊 喔是啊 對 像這個 這個關鍵卡這個 劍騎工程師 對 我可能就不會在 解完任務前丟 我就會希望它是 我的一個補牌 嗯 好 不過戰士也是有機會 抽到三張牌的啦 就 如果戰士有做到這個combo的話 兩邊的解牌應該就比較更加 成代是有哈里遜跟那個 武器計畫 對 研究計畫的combo 只是現在其實戰士會到 會帶這一個組合的偏少一些 偏少一些 因為它在內戰比較沒有用 然後大部分人都應該還是以內戰 作為出發點 而且其實你有 大部分現在帶操控體系就是 你在場面上的資料其實 比較穩定 那有質量相對來說 你的彈性比較好一點 沒錯 對方真的慢慢塞 至少可以蓋個東西在場上 然後去逼它 這邊也是薩滿這樣打 很好 它直接甩牌 然後直接槍逼戰士 丟一張剪 然後你丟完的話 我再馬上抽牌 不支援 你要不要給尊重 你要不要給鬥歐 先踢到頭八滴 然後這邊鬥歐其實也是高機率會活 比較好的東西 533388嘛 喔 來了 它只要是60%都不錯 可是這個八費 格頓格抽爆爆模式 好美喔 美姿姿 哇 哇 留了一個 太神啦 成泰 這個鬥走那麼厲害 鬥得好啊 成泰加油 哇 留了一個在走狼發散的 加油 我要跟你一起喊嗎 我現在就是要負責 就是幫這個成泰喊 好 因為他贏了 有訪問 有訪問 對 希望他可以訂閱我 這樣 喔 所以你要直接問他 要不要訂閱你嗎 對 基本上等一下那個 你為什麼那麼爛 你就交給阿嬤問 那你為什麼不去威寶台刷 叫威寶們一起訂閱 叫威寶們一起訂閱你 喔 這樣也是 對 因為是成泰有來我的台 我才這樣 這樣也是可以啦 你知道我 原本不太常看魯寺的台 對不對 畢竟原本圈子不一樣 然後這種開始播的時候 覺得不行 就是看阿嬤 阿嬤每次在 跟那個蕭老師每次在台上 就是八卦講天花亂之 我決定還是去看一下台 八卦講天花亂之 對 然後就一去 一去看第一個魯寺台 然後就在 就在秒約 挺好的啊 不好嗎 還蠻不錯的 對啊 對 因為沒辦法 我們這個遊戲是真的只能約 我們這個遊戲不能賠 我看別的遊戲都有賠 但我們這個遊戲 我晃了很久 我把那個清單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真的沒有魯寺戰記 其實魯寺應該也要可以賠的阿 它這個是 節奏這麼慢的遊戲 對不對 總不能只能約嘛 應該也要可以賠 好 準時這邊九費變身 好 戰士這邊 表示我的回合開始了 第一個直接放個加七給你 讓你知道你要打窗 我是不可能的 他這個還有放一個這個 防身的耶 打木是好用的 你說愚人災禍嗎 對對對 先抽個兩張 愚人災禍這張牌我在打 奧丹姆的單任副本師看了八百次 真的是不是 他副本裡面會一直出現就對了 副本有日王最喜歡丟這張牌了 你的場面一多就 就直接變一個 就直接變一次 好 那 看起來 還 關鍵卡還沒出現 我是希望 那個阿 以太都不要來啦 這樣才好 我怎麼覺得上一個 我看到 青蛙的上一隻好像比較好一點 欸上一隻是誰 上一隻也是傳說 真的 我剛才看到體質的內生就好像比較好 我還是可以動 好像是 你說是可以衝鋒的是不是 我剛剛亮了一下綠色 剛剛是大雞嗎 等一下費用是這樣算了吧 沒有 原本是五阿 現在變六四六嘛 原本是五六二是不是 那因為他是進化兩次 然後他這邊 跑蛋出手 喔是重 五三五重刺喔 我看有沒有看到 其實還是把阿周 撞掉會好一點吧 這邊 我也不知道欸 畢竟跟 就像你說一樣 任務薩其實在跟戰士打的時候 有點是在拚支援 對 可是 你用阿周 就是你不把阿周解掉的話 其實就讓他可以拿到一些 拿到一些你的法術 不管是抽牌或解場 對對對 只是幫中他可能也不想留 我覺得都行阿都行 好 關鍵 這一回合 丟個圖騰就好了嗎 得拿到以太吧 沒有以太 不好處理耶 看一下 那槍樹這邊 那決定先龍捲風炸兩下 然後配進行攻陣室解掉 然後丟一個圖騰 一個還兩個 要丟兩個是不是 丟兩個也行 因為你有阿周在嘛 好兇 丟兩個也不錯 有沒有以太 第一張過來沒有 無面者 第二張過來也是無面者 水啦 以太最好是一張都別來 這樣祝福 這樣祝福 我我我我 這樣不夠公正是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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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播台已經被 已經被搞得很不公正了 這個主播台 是我罵主播的鍋 我沒有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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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你不要看聊天室 大家就會說是他 你你不緊緊 我沒差 好打了一個 分路災禍 其實這樣會給他一個分路災禍 好像 好像不太好 我也無所謂啦 因為這個圖騰你不能留 那要抽一張嗎 可抽吧 抽個吧 好接下來至少有個 有些神武可以來做戰場 好費卡 來了 無面的本領 來是誰 喔 野豬騎士 喔 哇 算不錯了吧 這歐文啊 這是誰 是誰 是誰 我 這個強 這個可以 嗯 好一樣丟滿台 然後呢全部變魚人 直接一個變身耶 感覺這些體質不夠看 變下去體質會變好 喔有耶 哇有巴塞耶 哇刀拔機 哇 奮力爵士 怎麼那麼多大陸魚 什麼 呃這個場面真的 這個場面其實也比較強 可是可惜 可惜他沒有 他等一下只要 欸他還有一張那個吧 121那個 魚人 就超窄的 拿幫送的 他現在只要抽到那張 沒被解掉的話 秀的飛騎 好先解一個 刀吧 這邊 比較尷尬捏 看起來他是沒有要解23啦 因為對面也沒什麼魚人嘛 會被抽到嗎 喔 好像砍了 忘記他還有武器了 哇真的抽到了耶 喔還好有解 好扯喔 大雄 大雄怎麼這麼秀啊 我還是沒有以太 哇這次以太在哪裡耶 他們是不是有偷偷調過以太 我不知道 我這是第二次看到這個 對局 那麼這邊 那麼這邊 沒有以太的話 其實手上資源都只是 有點雜魚般的存在而已 對 我看一下 喔我剛暈了是不是 你剛暈了什麼 喔他那個是432抽的 好累累了累了 沒事沒事 反正我現在只在乎有沒有以太 那個魚人 喔 對我剛暈了一波 喔你說那個會死神叫兩隻魚人上來 對對對 你是不是完全沒在看 沒有我剛才上場你就講了 我這個 帶有點情緒上台 我剛才還在繼續處理開那件事情 對我剛看你那個 我剛看你好像有點忙 上一場 上一場原本 上一場其實我想說 我第二場要上一場 準備一下心情滿活躍的 嗯 直接 直接接到一個二號 嗯 不是一個二號 是那個上一場的活躍已經在 上一場準備好的活躍已經在被上一場摸光了 OK 沒事沒事 但是這個場面來說 如果戰士的確是穩空下來 嗯 哈里遜有抽到牌之後 然後 上面一直沒有拿到以太 應該是十拿九位 不過他還有 還有咖啡可以做最後一波 最後一手零勝 嗯 就看他有沒有辦法 把可以拿棒中的東西 配著跟咖啡一起 這樣才有機會有更多棒中 可是那個也不能在 你排庫快乾的時候 如果到牌庫快乾的時候 就會來不及 已經盡平了 就來不及了 反而是沙滿架 一排的這個城牆起來 哇這個對局 怎麼樣 這對局你也覺得有點疲憊 沒有沒有這個不會疲憊 這不會疲憊 我覺得很不錯啊 這對局挺好啦 看過 看過 上一場戰士內戰之後 我覺得這個對局好快喔 音速小子耶 有沒有看到 哇現在在甩位耶 基本上 應該比上一場結束的 快了二十分鐘有吧 對啊 我覺得這速度很快 你看那個線 在我眼中那不是線 那是AE86耶 這邊 呃 嗯 哇現在有點很大齁 如果你抽兩張 還是只能先抽啊 進咖啡跟那個費用不夠 來了第一張 哇還不錯 前任冠軍就直接丟了 來了來了 可波鼠也來了 反正就是要扣可波鼠跟咖啡 是做一回合 然後 再去拿最多的幫眾 看有沒有辦法拿到以太 對 不過 呃 也不能太晚啦 現在就有點太晚 排庫已經只剩七張了 打蓋 解一解就好了 呃 4加3應該都可以丟了吧 奧米加 可不可以 好 他要用換的 他要把奧米加留著 嗯 也沒啥毛病 他不想要讓場上的怪 超過四隻吧 我猜 還是陳泰這邊來了一場 機神 好 直接打一個 好 開始效果龍 好 用那個 剛剛前面的AOE 可以把這檯面解掉 哇 還是沒以太 很正常的啦 哇 太正常了吧 以太沒有這麼好拿的啦 這張牌是不是被移除了 其實效果龍也不能太晚丟 因為怕你的那個 會抽過頭 然後你覺得 比牢會很痛 哇 拿不到了 還行 還行嗎 進化一個吧 還可以 那個 我要進化十類子 六六變八八 好 好 再一張刀 給個尊重 他這兩次尊重完了 大熊也剩下最後差不多了 這個局面算是戰士有成功 算是扛下來 呃 基本上前面沒有拿到以太的話 我覺得應該 算是扛下來 就扛下來 對 這邊要變魔術會 比較難一點 但也不是沒機會 我覺得還沒結束 他還有一張可負數可以拿兩張 假如這兩張也沒有 嗯 我覺得成泰這兩個都 那我就 都挺強的 怎樣 你說這兩個都沒有 他假如等一下最後的可負數 再也沒有拿到以太 可是他這樣其實還有 一二三四 他還有六次機會 等一下還有卡片 你掉錯我們公司冰箱 我也不划槍 哈哈哈哈 對 我想說你可能誤會了什麼 你以為他還只有兩次 他還有六次機會 對 沒有沒有 意思不是這樣 沒關係 沒關係 呃 這邊 重點是甩牌 其他的 都還好 其實 戰士 再炫一波 然後 其實這我也看不太出來 其實可能薩滿還是蠻有優勢的 這個三四應該也會丟 然後撞完之後再進化吧 不進化也可以 我自己是覺得要進化 因為手牌會 不夠多 會太多 會太多 因為成泰解法其實 現在兩張都繳掉了嘛 然後還有一張摘禍 摘禍剛才 摘禍也繳過一張 摘禍了 再進化喔 他覺得那個體質太差 可是成泰是比較穩的 他是雙摘禍 他上征途都全帶滿的這一種 這邊 人踏一次 成泰 開始有點危險喔 他在想他這邊要不要 要不要用這個 炫三下 然後 然後呢 叫那個小琴瑄出來撞 這樣會多一個E 跟直接炫米下來 要直接炫花乾就是再多炫一下好了 然後再丟到米家 可是一定是翻這個天生劑會好一點 好來了 來了 打杯冰愛斯咖啡 先煸炒 哇來了 飲料 沒飲料喝了 總共有幾張 總共該到現在至少也 反正一定十幾張啦 一定有十幾張 十幾張幫中了 現在以太先生來了 喔 英文版耶 原來念法師這麼好扣 肯定是啊 所以中文才會翻成這樣 然後這邊選擇了 直接拿這個狗頭人 那成泰的壓力就有點大了 主要是還有這個以太啦 因為重點都是以太去 拿到法術的傷害去追 最後那一點傷害 是暫時會扛不住的 這邊可以先 補七血 這邊是 窗戶這邊幾乎是 最後的一大波資源 其實這波可能會很大 其實核在這一隻比較 比較可惜啦 我有在想其實 成泰是不是可以 把那個 來個最彈性的 就先來個球魚之類 對對對 但他可能怕 15滴 直接死 哇 妖術 不過還好啊 因為本來就是一個狗頭人 就可以噴掉了 但是這樣的話就是 又賺4滴 妖術跟爆發 很危險很危險 完了 只要拿到一張一台 局勢就開始慢慢的改變了 成泰的靈壓 那怎麼叫一個 叫一個裝爆胎 掉不到了 哎呀 強術開始 強術決定是無視他的這個存在 然後呢 狗頭人全部打臉 怎麼辦 強術在那邊 奧格馬的驕傲 這邊打2加8可以解 2 1 2 可以解掉 再解兩個幫中 他這個叫的2費有點扛 把那個狗頭人都解掉 把狗頭人都解掉 把狗頭人都解掉 危險危險 應該A5技的回手都沒了啦 應該A5技的回手都沒了啦 所以應該也不會到危險 就只是把場面打臉走低而已 因為怕你就是以太會拿到什麼 嗜血之類的 空氣殺 再拿兩張 這兩張會有嗎 泰坦 卡卡路勢 可以可以可以 這一發save 這一發save 然後呢武裝狂風 128又來了 來了 好可怕 以太save 哇 哇 哇 整場只有一張以太 這個以太的幾率 已經跟你抽到傳說卡的幾率差不多了 以後拿到以太那一層 你就馬上叫傳說 太神啦 受不了欸 不過薩滿這樣 手上傷害我們算一下 4 5加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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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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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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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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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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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來以太 你20個幫送你拿了10個狗頭人 那也沒問題嘛 就算沒有以太也沒差 狗頭人也算是比較直接的傷害 對 就大概是這樣 了解了解 好 那這邊恭喜啦 薩滿用了一張以太 其實也不是那一局啦 我很喜歡他《魚人災禍》那一首 《魚人災禍》那一首 把體質全部長大 對對對 鋪那一波還不錯 鋪那一波還不錯 好 那這邊的話 恭喜這邊是槍樹先過一關 過了自己的薩滿 那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盡頭感告馬上回來 前進是一種本能 走向更遠 走向更好 讓自己成為你想成為的那個人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只要你繼續向前 世上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DRIVE YOUR AMBITION DR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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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